辨分自編碼器 那可以拿來做一個很特別的任務 就是之前我們可能沒有想過可以這樣做的 叫異常檢測 然後等一下再講異常檢測是什麼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再更深入的去理解 自編碼器它的什麼work 我們上個禮拜有示範說 它是怎麼去生成一個數字的碼 它是從它的引碼也就是你的壓縮碼 壓縮碼之後你隨機給一個壓縮碼 它就可以生成出 生成出一個圖像 那個解壓縮模型就是在做這件事情的 可是這個生成出來的效果 這個看起來 並不是非常理想 還算蠻悲劇的 那我們現在來想問題到底是什麼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生成出來的模型 生成出來的數字 它看得出一個大概但是卻非常悲劇 關鍵的原因是這個 就是在壓縮的過程中 樣本空間可能只是有部分是有用的 這句話可能很難聽得懂 等一下我們用圖像畫的方式來說明這句話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我們首先 我們再做一次上個禮拜的那個work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要做一個自編碼器 因為這樣比較好我們比較容易去證 說明我們講這句話 這樣好不好 好那我們首先一樣啊就是用上個禮拜的data 那上個禮拜的data你可能就是 你可能也不要就是 我們上個禮拜的data 就是你可能就是也 不要忘記它啦好不好 它就是手寫數字嘛 好這是一個4嘛對不對這樣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不會用label 我們今天不會用1到9的label 那我們來做一個我們一樣把這個就是iterator 我們把這個iterator把它抄過來用 好我們iterator放這裡 好這個是 今天第9課了嘛 好我們的iterator放在這裡 然後接著我們architecture 我們architecture今天最不一樣的地方 跟上禮拜最不一樣的地方 跟上禮拜最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這邊改2 就是我們現在的銀碼只有2尾 我們之前的銀碼是32尾嘛對不對 我們故意把它壓成2 壓成2這個壓縮率非常非常高啊 所以到時候還原出來的圖片一定會不好看 可是壓成2有什麼好處 因為2尾我可以打在圖上 就是我可以把2 我上禮拜在做壓縮的時候 我是不是還要透過什麼PCA才能把它打在圖上 那我這次要非常故意的 我就是壓到2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 我這只是一個小實驗喔 只是想要證明我的事情喔 好我們現在把teacher改成這個樣子 好然後接著 offminer offminer這個就onadam這個 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啦 好不好 然後接著run 我們就來run吧 好 build 就是 我們這樣子就可以run了 好那我們先training一下 那training過程中我希望你們也可以 就是重複我們這個過程好不好 因為我希望你們可以拿到那個銀碼 只有二維的那個model 好不好 那我們給大家時間 training一下 好那 就是我們現在先把這個 壓縮模型跟夾縮模型把它分離 因為分離了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做一些我們想做的事情嘛 啊這個上節課我們教過了 就如何分離這件事情我們教過了 那我們就把它分離 我們把它開一個新語法好了 好那分離完了以後啊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做實驗了 我們把所有 剛剛的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 就是這個data 把所有的這個data都經過這個壓縮 好那我們會得到這個zip code 這個zip code很 欸 怎麼 怎麼這麼不給面子 這個encoder 應該是正常的吧 對啊這是正常的啊 奇怪 發生什麼事了 欸好出來了 這個zip code 大家看一下它的dimension 它被壓成二維嘛 四萬兩千個數字被壓成二維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是不是第一個數字的銀碼 這是不是第二個數字的銀碼 好我們來做我們來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把它畫出來 我們把zip code的第一維跟第二維畫出來 然後用那個就是用這個顏色幫那個不同數字上色 我們看到畫面長這樣的 好 你看到啦 這一個是我們銀碼的分布對不對 這是我們銀碼的分布 那 這個欸 就是0到 0到9 欸0到9 就是這些所有的數字 它分別在不同區的銀碼嘛對不對 那這個銀碼 我們已經知道說 呃 它確實是有 就是比較像的數字 它確實是集中在一起的 這個是確定的嘛 我們也就是利用這個特性 我們上一節課做transfer learning 有做成功 對吧 好 可是 你現在注意到關鍵了嗎 這邊的數字顯然就是0嘛 所以你如果從這裡的數字 呃 所以從 如果是這裡的每一個點 它還原回去都可以還原成0對吧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 這裡 這個顏色它是不是可以還原回1 這裡是不是可以還原回1 好那問題就是 那這裡咧 白白的這裡 你還原回去 你覺得會還原成什麼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它要還原成什麼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真實的樣本沒有嘛 因為Model在學習的時候 它其實只是在學習 現有的樣本壓縮完之後 產生一個銀碼 那這個銀碼 在這個範圍內的銀碼 它可以還原回去 在這個範圍外 那它當然還原回去 就是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 因為它從來沒有看過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 也就是說 你應該說 我們來下個總結 就是 它在空間中並非相當均勻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喔 如果我們選一個在0附近的點 好這個我們選擇在0附近的點 是怎麼選的咧 我們把所有的0 這個 這個代表它是所有0的點嘛 對不對 我們所有0的點的銀碼 我們給它做一個平均 這樣子這個買zip code 它就是 0的平均 它大概在這裡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們把這個點把它點上去 Point 然後我們把這個 就是 myzip code 1 myzip code 2 好你看到了嗎 這個點 我現在所有0的平均在這裡喔 對不對 我用這個zip code 把它回去做這個 就是解壓縮 我們來看一下 欸 看起來像0吧 所以這個模型有壞掉嗎 這個模型其實沒有壞掉 對不對 我說這個模型 其實它是有能力生成數字的喔 但是前提是什麼 前提是 你必須在 有效分佈內 這樣懂我意思吧 前提是你要在有效分佈內 好那如果你選擇一個 不在分佈內的一個點咧 舉例來說 這個點 好我們現在把myzip code的 -25-15 這個點現在在哪裡我們來看一下 欸這個點在這裡 這個點在這裡 這個點在這裡 這個點是不是周圍都沒有任何點 所以那個假說模型一定從來沒有看過它 對吧 好接著我們來 再把這個點 onzip 欸這個數字是什麼 就看不太出來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隱約有點像6 好回頭來看 6 6在哪裡 6是藍色的 欸 它是不是的確在6的邊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我們再弄個誇張點的 我們來正 這裡 就0到5而已嘛 我們弄個正10正10這樣子好不好 正10正10 它絕對就 它絕對就不可能再有看過了對不對 對不對 好我們正10 正10 1 喔它長還蠻像1的 好 因為 可能再超過的話 它 這個 它再過去的話 正10正10在這裡嘛 可能都離1比較近 好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 所以我們這個實驗在告訴你什麼事情 就是 我們其實 我們的這個壓縮夾縮模型 因為我們的Model是一起訓練的 所以說他們其實自己達成一個默契啊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們寫的暗碼其實是 就是他們 那個銀碼就是他們自己在溝通的暗碼 他們的暗碼其實是有一個分佈限制的 那我們今天的42000個Sample 它的分佈限制就是長這樣 今天如果出現了一個在分佈範圍外的1碼 那個銀碼 這個假說模型它再怎麼厲害 它也沒有辦法解回去 原始的資訊是什麼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所以 你應該 如果講到這裡的話 你應該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在隨機生成手寫數字的時候 我們採用的手寫數字分佈是什麼 我們是隨機再舉它說 平均數為0 標準差為1 我們隨機抽幾個數字 然後讓它丟進去嘛 那這個數字它當然就是沒有看過啊 這個銀碼它從來沒有看過 它怎麼會解的回去呢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所以說是不是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我們再來做一個實驗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有一個 我們剛剛0 0是透過這個方式來解這個沒有問題嗎 我們透過 6跟0 6跟0它分別在哪裡咧 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個6跟0的中間 我們把這個從6到從0 從6到從0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就是銀碼的變換嘛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把這個圖清掉 然後再畫一次這個圖 好然後我把 我把這個從6到從0的這個 這個 這個馬我把它point上去 好這六個點分別是這樣子 這樣過去了 從6到從0 從6到從0 這個看起來是在分部內對不對 看起來是在分部內 可是我們 就從6到從0 我們把它 我們把它就是 就是 全部 數字全部生成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好你發現從6到從0的過程中 是不是會出現一些似不像 為什麼 因為你看起來 這樣看起來像是均勻的 看起來像是兜兜點對不對 實際上 它的那個分部 非常有可能很複雜 中間有非常多的空洞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這樣子過去 看起來 它應該要從6到變0的這個過程中 慢慢變過去 但它實際上 就會出現一些你意料之外的數字 對不對 好所以 這個 壓縮分部 這個壓縮分部 有什麼問題咧 來我們來 這個 我們來總結一下 就是 深層模型 縮穿了 就是一個分部的印射器 我現在講了有點數學啦 可是透過我剛剛的證明 你應該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們來想一下 你們上一節課學的東西是什麼 是 有一個東西 要壓縮解壓縮模型 它的字編碼器 這個字編碼器 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encoder 一個是decoder encoder負責編碼 decoder負責解碼 那我們在理想上 這個 encoder 編碼 編碼的這個分部範圍 理想上的分部範圍 應該是均勻的 還有一些均勻特性 舉例來說 都在0到1之間 或-1到1之間 那 這個 它要連續的 連續的就是隨便裡面 隨便裡面抽一個數字出來 這個解碼器都看過 那 based on這樣的想法 我們就可以找出一個分部 讓我們的解碼器 在某一個 限制分部內 它都可以 生成一個 這個 就是 我們想要的東西 好 所以它其實是在一個 有限分部內 有限 它不可能在無限分部內 它沒看過就是沒看過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們這樣 它 在一個有限分部內 它可以在這個有限分部內 任何一個點 我們都可以去生成一個 圖像 那這圖像其實也是一個 高維的分部 你這樣懂我意思 為什麼你會覺得這張圖像圖 這張圖像手寫數字 它其實也是一個高維分部 的某些點 某些範圍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它從一個範圍 映射到另外一個範圍去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這樣懂我意思吧 如果你在做generation的時候 在一個 原來它看過的分部範圍內 你去生成模型 它就會長得很像 你從一個分部外的 去生成 它就會變得非常奇怪 因為它從來沒有看過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們 這跟我們人很像喔 為什麼我們覺得 那是手寫數字 因為我們從類似的經驗中獲取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說 圖長成這樣 它就是數字 你為什麼不會覺得 這一張圖是個數字 那你為什麼覺得 這張圖跟這張圖很像 它們有很多共同特性 主要說它們都是漫畫中女生的樣子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這個 這個 生成模型 它是分部映射器 分部映射器 這個就是很重要喔 你透過這樣了解之後 我們就知道 如果 我們想要 這個 我們想要這個 生成一個好模型 我們需要知道它的影碼分部 好 剛剛我們在training的時候 這個壓縮模型跟解壓縮模型 它的影碼分部是什麼 沒有限制 對吧 沒有限制它的影碼分部 那沒有限制它的影碼分部 他們就自己約好啦 他們自己約好 我們的分部範圍是 假如說 100到1000 那你要怎麼知道它們的分部範圍是 在哪裡 你可以把圖打出來 這樣你可以知道 對不對 可是100到1000 他們搞不好是約成這樣啊 100到200 205到300 這一些範圍內都可以 那你丟在一個200到205的數字 是不是 其實你就 你就沒有辦法生成很好的數字 所以你其實永遠都不知道 這個 encoder跟decoder 他們約好的影碼分部是多少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我們的關鍵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 知道影碼分部 就是我們知道這個分部 是長成什麼樣子 那我們當然 要去做預測就簡單多了 所以我們的影碼分部 如果可以給它做一些限制 那這個影碼分部 對我們來講就是已知的嘛 那在這個影碼分部內 我們隨機的丟一組影碼 丟給decoder 那decoder 這個就可以生成我們漂亮的圖形了 對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我們如何限制影碼分部呢 好 我們現在要做第二節囉 分部限制的字編碼器 你的影碼在哪裡 你的影碼在哪裡 你的影碼是不是encoder 這個 這個 這個value 它輸出了二維 這是影碼嘛 對不對 那剛剛影碼的範圍是介於多少要多少 0到-30 5到-20 我現在要做一個限制 我希望啊 這邊 產生一個叫 encoder loss 我把這邊全部都貼下來 到decoder 到下來之前我們都沒有變喔 我們現在改成 我們這裡 出現一個 mse loss 就是很簡單嘛 這跟剛剛一樣 就是 殘差平方合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mse loss 好 那我們下面出來一個叫 encoder loss 我們直接做什麼呢 encoder encoder 我們直接把它平方 encoder 平方之後 數字是不是 必為正數 可以接受吧 好 必為正數 square encoder 我們把它平均起來 那這樣子 這個數字 我們把它加進我們的loss 我們把它加進我們loss裡面之後 這個數字 是不是 在訓練的過程中 他也希望這個數字越小越好 這個數字越小越好 暗示著 encoder輸出 是不是越接近0越好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這樣 透過這樣的一個 encoder loss 這樣懂我意思 我就是加一個loss喔 你們現在可能 你們這是你們第一次面對到 當我想要解決問題 我要怎麼解決 我就加一個loss 這是你們第一次發現 原來loss可以這樣亂加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們之前 從來就沒有人想過說 loss其實可以亂加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現在用 我現在用 也是用平方盒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個東西 非常像l2正則化 l2正則化效果是什麼 把東西壓在零附近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用l1正則化 l1正則化怎麼用 用abs 好但是 用平方有平方的好處啦 那我們現在 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 我們這個 10的-4次方 是平衡 mse loss 跟encoder loss 他們的 就是大小 那我現在用10的-4次方 好我的architecture 這樣決定了以後 我們再run一次模型 好不好 好我們再來 再做一次run 好那一樣 我們把時間再還給你好不好 我們 等一下做完這個新的模型 我們就只改那個loss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 就是影碼分布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生成圖形的 變成什麼樣子 來再給大家做一下 好那我們就是 剛剛影碼限制的這個字編碼器 我們已經做完了嘛 那我們就一樣把壓縮解壓縮模型 把分離出來 這都是用完全一樣的語法 好我們再做一次 好壓縮解壓縮模型分離完了以後 我們一樣再做一次 把他 把新版的影碼 把他 畫出來 欸 等一下 這是舊的 他到底有沒有做新的預測啊 我Model不是訓練完的嗎 啊 我該不會訓練出來的是舊的模型吧 欸 欸對我訓練出來的舊的模型啊 剛剛就跟他討論說你就是在同好之前的 欸對啊 哎呀真是 真是糟糕啊 真是悲劇啊 那我們再等一下好了 好啦那這個模型就 確定是沒有錯的啦 好不好 那我們再來做一次壓縮解壓縮模型 我們再把影碼 放出來 好你們有注意到這次的影碼分布跟剛剛就 長很不一樣 這次影碼分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就是 他是不是就是以0為中心點 他就是以0為中心點 然後 這個 你可能會覺得說這個看起來好像 還是左下角比較大 但是實際上你看這邊很密啊 1的數字 1的數字 沒有比較多嘛 對不對 就是 但是沒有比較少嘛 可是他擠在這裡 所以他事實上真的就是以0為中心點 好 不過這個分布你覺得滿意嗎 你如果直接看這個分布 你是不是還是覺得不太滿意 他稀疏的點還是很多 雖然說我知道 在0附近 如果我在0附近隨機生成數字的話 大概他還人回去的機會會很高 因為他0附近的 0附近的 真的有非常多銀馬集中在0附近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 我們限制的 我們真的畫圖畫出來會長什麼樣子 好一樣我們把剛剛的這個 6到1的這個 就是6到1的這個 這個東西把它畫出來 好這個跟剛剛比起來 差別在哪裡 就是 他變得 稍微 平滑一點對不對 就是 他從6變到0的過程中 他這裡有點像8嘛 就是他的那個變化 他那個變化更為平滑 可是缺點是什麼 缺點是解析度是不是 就是 解析度是不是很差 你比較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是我們新訓練出來的 模型喔 我們再比較一下前面 你可能覺得解析度都不是很好 可是這個解析度已經是 就是 這個解析度好像又更差一點 這個又更差了一點 好而且這樣他還有什麼缺點 他除了這個缺點以外 就是 他還有就是 這一個 不是變分 分佈限制 好他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 encoder loss的權重很難調整 這個 這個權重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做個實驗 我們把它弄成 10的負荷四方 然後我們再run 試看看好了 好 10的負荷四方 我對他做這個判斥 他的encoder loss就非常重 對不對 那他 他的還原能力就會變得很差 我們等一下讓他跑一下 調太高會無法訓練 調太低會沒有效果 他就是有這個問題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等一下 在我們把這個結果做出來之前 我們先來教一下變分支點码器 這個 這個就是真的要認真學的 剛剛那個 idea都太 naive了 好剛剛 來我們來看一下 all code encoder的模型是長什麼樣子 來 丟進一個 圖像 然後做 NN的 neural network encoder 拿出來一些引碼 引碼是code 接著再用 NN decoder把它 output出來 這兩個要有loss對吧 然後 我們剛剛 進階版的 auto encoder是 我們把這個loss 加上這個 code 我們也給他一個loss 好可是 問題一樣沒有解決 那那個 加那個loss 只是說讓他在0附近 讓他盡量集中在0附近 他的引碼集中在0附近 可是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來真正的思考一下 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是 什麼 我們想要的東西是這樣子 就是 請你隨機的 假如說 我希望未來的decoder 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直接 丟一個 假如說 假如說這個 0為0是平均值 然後1是標準X 隨機的數值丟給他 那丟給他了以後 他就應該自己能夠 創造出這個output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指定這個分部 我們剛剛只是指定他在0附近 我們希望指定這個分部 他是一個常態分部 然後常態分部的平均數是0 標準他是1 我甚至連這些資訊都知道 那我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是說 我今天 NN的encoder 進來之後 我的輸出 我的輸出 注意我的輸出喔 我的輸出 同時是一個 M 跟一個 標準X 這是一個M跟一個標準X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這個 M 跟一個標準X 他都是 直接輸出的話 都是 正無限大到負無限大之間 這樣可以理解吧 欸可是標準X 標準X有 負數嗎 沒有 那我要怎麼把它變成正數 欸用 蛤你說什麼 好 你要怎麼把它變成正數 蛤 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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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時候我們要討論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希望這個數字 他有沒有什麼特性 這樣你可以用平方 你可以用絕對值 可是他有什麼缺 這個函數有什麼缺點 就是-5跟5是一樣的 -5跟5是一樣的 -5跟5是一樣的 -5理論上應該小啊 正5理論上要大啊 所以你可能會想要Radio 那Radio有什麼缺點 這個0以下的全部都是0啊 所以這個也不好 所以最好的一個函數 其實是指數函數 指數函數有什麼優點 當他是0的時候 他就是1對吧 那當他負很多的時候 他越來越接近0 負到無限大的時候就是0嘛 對不對 那當他正5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是一個很大的變異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 標準差 給他做 這個本來是正無限大和負無限大之間嘛 我們給他做指數運算 所以現在這一定是個正數囉 這是我的標準差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是我的標準差 這是我的平均值 那如果我從一個 如果我這裡 給他隨機抽一個 0到 平均數為0 標準差為1的一個數值 那我給他乘上一個特定的平均數 再加上 乘上一個特定的標準差 再加上一個特定的平均數 這樣的一個分佈 是不是就是 那一個平均數 跟那一個標準差的分佈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 如果我 這一個先做exponential 再相乘 這是不是乘標準差 再相加 是不是加平均數 這樣的一個銀碼 是不是就會從 本來是輸出 注意本來有一張圖 他就是固定輸出一個 數值 一組銀碼 一張圖就對應到一個銀碼 現在這一張圖對應到的是 一組銀碼 加上一組標準差 那在這個範圍內 我會隨機的抽一個數字出來 變成一個新的銀碼 那這個新的銀碼 Decoder看到他之後 他就要有能力把他解出 這是哪一張圖 這個Decoder難度是不是變高了 高在哪裡 我幫你翻譯一下 蛤 蛤 蛤 不是重組 對他的重組錯誤 他重組變得很難 我換個講法 就是以後啊 我 看到的資訊 仍然是 就是 看起來 我隨便 我們就假設丟一個數字 好 我丟一個數字 10給 丟一個數字 10給你 以前我們有約好 10就是 10就是 假如說 10就是這個 A 你就要回答給我 A 丟個2給你 你就回答給我 B 那我需不需要約好 8是多少 不用 因為沒有 我絕對不會丟個8給你 這樣懂得意思嗎 好 可是現在我現在告訴你這件事 我的encoder 我encoder看到A的時候 我其實深層的東西 我沒有直接跟你溝通 我深層的東西是 平均數為10 不要你差為2 那這個時候旁邊有個亂數 就要隨機的從這個 12 這一個分部裡面 抽一個數字出來 那抽給你之後 你發現你拿到了5 或者你拿到13 那你就會非常confuse啊 513 這是什麼數字對不對 那你拿到5跟13 你跟我對答案的時候 你發現5也是A 13也是A 那你久了以後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如果在10附近 以10為中心的附近 假如正負 假如兩個標準差 就是6到14 那10-89 我跟你對答案的時候 就是A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剛剛的平均數是2 對不對 2 然後標準差 假設也是2好了 正負兩個標準差 所以6一下 6到-2 你就要給我B的答案 6到這個 6到這個 這個 這個 14 你就要給我A的答案 可是如果 假設今天 假設今天 我encoder看到A encoder看到A 那這一個 我 的這個 我這個 因為隨機數 不小心挑到一個太隨機的 那我 我encoder還是給出一個 平均數是10 表示它是2 對不對 但是它不小心抽到了3 那 decoder 回傳回來 說是B 這是不是 做錯了 按照我們剛剛的邏輯 這做錯了嘛對不對 那 做錯可不可以容忍 做錯可以容忍 只要它機率夠小就好 這樣東西是吧 好所以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 結構 這樣的結構 聽起來 很複雜 實際上等下實現的時候 不會很複雜 我等下再講清楚一點 就是 透過這樣的結構 它理論上輸出 是不是 就變成 encoder 強迫 必須在連續空間內 連續空間內 都 能夠預測出數字 這樣通過意思嗎 本來我們約好了 8就是什麼 2就是什麼 現在 7 7.13 你都要能夠預測出來 因為這邊有個隨機數 隨機因子在感到它 但是這個隨機是好的 好 看到這個模型 看到這個模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輸出要長什麼樣子 從這裡變成這裡 我們等一下再來改 好 我們現在 先來看一下我們剛剛訓練完那個 我們把encoder的權重 調 調到-10的-1次方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模型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一樣 首先我們先看銀碼 好 這個銀碼分布 是不是更接近0跟1的這個 0跟0 0的這個 0的中心了 因為它被限制的更嚴重了 可是我們現在再來看一次 這一個 這一個圖 這個圖其實 欸 看起來好像效果好像差不多 好啦 反正就是這次訓練 這次也是有訓練成功啦 非常多的意思吧 如果你encoder Loss 調太大 它就會沒有辦法訓練成功 它現在這個樣子 它還是有顏色上的區分嘛 所以還是有訓練成功 好啦 我們現在來實現一下我們的 變分字編碼器 好不好 Variational Auto Encoder 變分字編碼器 好 那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這個 呃 這樣的一個 architecture怎麼實現呢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著喔 我們剛剛 到 Ready World 2的時候 你看我們剛剛在Ready World 2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直接輸出encoder了 可以接受嗎 我們是不是直接輸出了encoder 因為我們剛剛這裡就是輸出coder嘛 對不對 現在我們要輸出什麼 輸出一個app 輸出一個 這個 標準插 標準插完了還要經過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叫這個exponential 對不對 看著喔 來 輸出一個min 跟一個lnsd lnsd就是 還沒有 還沒有做指數轉換的 標準插 這樣可以吧 你看 這兩個東西 看著喔 我本來是直接輸出二維的銀碼 對不對 我變成同時輸出一個 二維的平均值銀碼 跟一個二維的lnsd銀碼 好 再加上這一行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需要一個noise 剛剛我們說過 我們需要一個noise 對不對 這個noise 我們產生 因為我們的benny size 是50嘛對不對 我們需要產生二維 benny size 為50的 然後平均數為0 標準插為1的 隨機數 這是我們的encoder noise 接著咧 我們的encoder 是 noise 乘上sd 加上 平均數 變成我們的encoder 我們的encoder 是不是完全符合 剛剛這個結構 從這裡 變成這裡 其實沒有很難 對不對 就是我這樣很清楚的跟你解釋之後 以後你要看到這張圖 或者你看到這個式子 你想要把它寫成 那個mxnetor的model architecture 其實很簡單 其實不難嘛 對不對 好這邊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邊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現在 我們 現在就可以了解 為什麼我們的mxnetor 就是用mxnetor 這樣的framework開發有多麼好處 因為我們改architecture 變得很簡單啊 那我們以後其實只要 看嗎 我們只要看paper 然後看到某一個任務 人家改了什麼architecture 我們就改architecture 就好啦 那模型就做好了 好 他做一下他的loss function 他的loss function也做了一些改變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loss function 做了什麼改變 好 首先 這個1 加上 這一個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 標準X LN之後的標準X喔 LN之後的標準X 他 越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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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這個是越小越好 對不對 我們希望他LN越接近0越好 那這個 平均數 我們希望他多少 也是越小越好 平均數我們也希望他越小越好 為什麼平均數我們希望他越小越好 不是 不是越小越好 越接近0越好 他平方之後要越小越好 所以他是不是越接近0越好 那這個標準X 我們 加上 我們的這個數字希望他越小越好 可是這裡我們希望他越大越好 對不對 所以標準X有兩個 元素在裡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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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函數圖形啊 這個函數圖形就是 這個loss function 這是他寫出來的loss function 對不對 這個loss function為什麼長成這樣子 我們 在這裡不解釋 他實際上跟常態分佈的這個 就是 他實際上是常態分佈取log之後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樣子 就是 常態分佈的機率密度函數 就是我們不做 我們不做推導了好不好 因為我們 交錯式生 就這個這個這個有點 這個要從這裡開始推導 欸 我沒有辦法找出這個 欸 我們怎麼 怎麼 我們 我們不能夠出現一個函數給我嗎 這個 這個函數取log之後 做的這個運算這樣 好不過 不過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不想 我不想 我們現在不想管那個東西啦 好不好 我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 硕士生 我覺得硕士生 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人家今天 給你看一篇paper 那篇paper 這些式子 你會寫得清清楚楚 就是用什麼 model architecture長什麼樣子 loss function長什麼樣子 你只要能夠把它抄下來就好了 好不好 那我們先模仿 那當然就是如果你是 你是想要發paper 想要做研究的 你可能 當然你要會自己設計這些東西啊 你要提出個新的 model architecture 那他就要對一個新的loss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model architecture 我們的loss function 要長什麼樣子 來 好我們的encoder encoder跟decoder decoder是不用改變的喔 那我們接著來看 再來看一下 這一個 mse loss一樣 就是我希望他的 這個 我希望他的圖片 還原回去是真實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的encoder loss長什麼樣子 來首先 看著喔 看著我們 來首先 平均數它平均對不對 平均數它平方對不對 好 所以我先把我的encoder min square encoder min square起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 我希望 我的 mini碼 什麼東西來 1 加上 lnsd lnsd在這裡 對不對 減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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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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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4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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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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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裡不是 我的 encoder output 是 encoder 的 mean output 是 mean output 喔 mean 就是我指定的那個平均數 對吧 我用指定的那個平均數代表那個數字 這樣有什麼好處 因為那個 我們輸出的是一個機率分佈嘛 對不對 那個機率分佈的平均數一定就是機率最大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用那個來代表 好 我們一樣再輸出一次 好 然後我們再預測一次 好 這次我們的分佈長成這個樣子 你有沒有覺得比剛剛更好 就是 你看一下喔 就是 比剛剛更好的意思是說 更像一個圓 因為我們希望整體它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就是常態分佈嘛 那常態分佈它的這個 機率分佈一定是個圓嘛 你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你看 你看 你看本來 這樣 它還是不太像圓 這樣懂我意思吧 它又更像圓了喔 你如果仔細看這裡的話 你會發現它又更像圓了 然後 平均數是不是0 表情它是不是0 欸 兩個平均數是不是都0 這樣懂我意思吧 它又更像圓了 我現在把它的軸拉成一樣寬這樣子 這樣比較起來才 才合力啦 好 那接著一樣我們從6到0來看一下 好 你發現了什麼 它6到0的過程中你看 它先換成 先換成8 然後又換成5 然後再慢慢的換成0 它這個 就是它的這個 又更平滑了一點 當然在二維的時候 我們都很難看出來 它的意義啦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關鍵就是 我們中間過程用的抽樣 這個 你們可能從來沒有想過 在模型中可以加入Noise 但加Noise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 這個範圍內的 你都要認 你不能只認這個點 你要認這個範圍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就是加入Noise的好處 好 那我們把隨機的過程加進來 然後看看隨機的影碼分布 就是我們這一次輸出的是 這個MIM跟SD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我們 多跑幾次 然後我們輸出MIM跟SD 然後我們多跑幾次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好 我們來 我們來 我們來我們多跑幾次看結果 每一次都不太一樣 好 這是第一次的 看 在第二次的 這樣看起來很難比啊 好 這兩張圖我們比一下 它大致上的結構沒有變 不過你如果仔細看這些稀疏的點 欸 它位置怎麼會還會剛好一樣啊 好 沒關係就是 它 欸好 我們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這個 疊在一起的點對不對 它疊得比較開一點了 比較沒有疊得那麼密 所以它的預測變成了從 就是到範圍 這樣懂我意思吧 它變成到範圍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就終於 今天終於要做練習題了 那我們今天的練習題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剛剛做的VAE 你如果全部貼一次 你得到的結果很不錯對不對 但是因為今天 畢竟我們今天就是壓到二圍 二圍就是一個 就是它的範圍就比較小 對不對 所以 做分佈限制 你還沒有感受到它的威力 那你現在 請你直接把這個二桿32 那你要這邊要改32的時候 這裡8也要改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可能要12864 之類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銀碼 就是要32 再做一次實驗 再做一次實驗 然後我們看一下 這是我們上個禮拜 用那一幅的Autoencoder 我們生成出來的數字 長成這幅鳥樣 我們這一次同樣也是用32圍 就是我們用這裡 我們這裡12832 我們這裡改成32圍哦 然後32圍的min lnsd 下面完全一樣 那請你 做一下這個實驗 看一下這個 performance變得怎麼樣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 我們 我們就是 把時間給你們 那我們先開始訓練 好 這個是我們 改成32圍 影碼的這個模型 好 那我們這一次一樣 我們再把它的 我們再把它的這個就是 encoder encoder 跟 decoder 拿出來 啊這一次我們 這一次我們只要拿 decoder就好了 因為 我們現在就想要 我們想要略過所有的過程 就是我們想要直接 就是真的隨機的生成數字 對不對 那我就只要 我就只要 decoder就好了嘛 好 看到了 我真的是隨機產生的哦 我真的是隨機產生的哦 全隨機哦 這個又跟我們 上一節課 用的方法完全一樣哦 真的是隨機產生的哦 那我隨機產生的 丟進 decoder模型之後 我們來看看效果如何 誒 這個 跟 這個 這些數字 你 dec 都可以看得出來是多少吧 我們再隨機產生一次好不好 成功率蠻高的對不對 還可以吧 沒有非常好 就是 10個數字裡面 大概有7 8個數字 真的像數字對不對 但是 這個 這個 比起 前面這個 不知道好多少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值的飛躍啊 就是你從 那個 Auto Encoder 變成這個 VAE之後 這個 Performance 這個 這個提升是肉眼可見 肉眼可見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當然啦 你想要做更好的生成 就是你 這個東西想要做更好的生成 這個我們後面上課 還要再教一個新的模型 叫對抗生成網路 這個網路可以生成的就會更生成的更好 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說 VAE被淘汰了嗎 為什麼他沒有被淘汰是哪裡的 為什麼 因為會 因為老師問這樣的問題就是沒有被淘汰 然後而且今天課還沒有上完嘛對不對 所以他還有一個別的用法 通常就是 大家都很有經驗的啦 通常這樣問就是 沒有被淘汰了對不對 好 所以 VAE 他本質上就是 Autoencoder Autoencoder他本來是拿來做什麼 這個 他有好多種用法對不對 這個 最開始是壓縮解壓縮 後來變成可以去達訊 對不對 那還可以這個什麼 解馬賽克啊 什麼之類的啊 然後 這個 現在 他可以生成 但是生成的沒有很好對不對 之後會有更好的模型來幫他生成 他還可以做一個非常特別的事情 叫異常檢測 什麼叫異常檢測咧 我們在 開始講異常檢測之前 我們先 想一下 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 現在 你應該 透過我們一堆實驗跟解釋啊 你應該非常清楚 自編碼器的原理 就是 他是一個分布轉換器 你再看一下黑板 比如說 我們從 原本的這個圖片 然後我是把它丟到一個影空間裡面 這影空間 我們原本我們是連那個影空間在哪裡我們都不知道 VAE 有了VAE以後 我們就知道那個影空間在哪裡 對不對 好 可是 重點就是我把一個東西往裡面丟 丟進那個影空間裡面之後 那 Decoder就可以把 從 就知道這個影空間裡面這個東西代表是什麼東西 就把它還原回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說 他還有一個缺點 這個缺點是什麼 如果今天 這個解碼器 如果他看到的是一個在這個影空間之外的元素 那我是不是就還原不回來了 我還原出來的圖一定就是錯的 對吧 可以了解 因為他從來沒看過 好 那 你 這是一個缺陷對不對 就是我實際上的植域就不是正無線大到負無線大之間嗎 他還是有個植域的 這個植域內才有效 那 如果我們利用這個缺陷呢 我們怎麼利用這個缺陷 encoder 也是一個分布轉換器對不對 如果你給他 從來沒看過的圖 他是不是會丟到一個未知空間裡面 他就不會在原來那個分布內 因為他的映射沒有做好 我再換個講法好了 今天 在做 Autoencoder的時候我們發現原來神經網路 他是有限制的 他的預測只有在資料範圍內有效 超出這個資料範圍內 他就無效了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這是神經網路的缺點 那我們現在要利用這個缺點 也就是說原來的資料內沒有的東西 他是不是就會 映射無效 他就會丟到一個錯誤的影空間內 那這樣子 在decode回來之後 他是不是就會不像原圖 然後看著 假設我們手上的圖像都是正常的資料 有時候 正常的東西很多 異常的東西很少 以這個例子來講 這個例子是什麼 所以他又是把正常的 去掉後再上去 那我們換個講 我們 你先不要過度衍生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例子是什麼 這個例子是 這個機場 在掃描行李箱 的圖片 這X光掃描 那我問你一下 裡面百支槍的機會多嗎 欸 不多 大部分你手上的圖像 都是正常 對不對 所以說 如果你用 正常的data Autoencoder 你用 Autoencoder 現在的泛指 那個大類 那個VAE也算在Autoencoder裡面 你丟給model去training 那這個正常的圖像 他是不是就很容易可以還原回來 因為裡面所有東西他都看過 可是異常的圖像呢 他還原回來就會跟原來長不一樣 他還原回來 就是一個沒有的東西 這個槍 他從來沒看過槍 他怎麼會有還原回槍 來 看著喔 他就是想他沒看過的東西 不是 他沒看過的東西 他不會還原嘛 所以你看喔 無論如何 這個 圓圖 經過encoder decoder之後 這個 他就會只留下他認為 他看過的東西 不然他還原不回來 他怎麼可能憑空想像出一支槍呢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這就叫異常檢測 也就是說你手上 這個證物非常特別 你手上只有正常資料 異常資料只有兩三個 但我就是要利用這兩三個 我就 你正常你就做一個分類模型 你就是 這兩三個單 positive sample 剩下的當 negative sample 然後你做 oversampling 做很多 oversampling 就是 你每一次都各抽兩張 那你這樣也許可以做 但效果你用屁股想就知道很差 為什麼很差 這個 你真的sample太少啦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你手上有壓倒性的normal sample 壓倒性數量的normal sample positive sample就是很少 那你就可以拿來做異常檢測 這個 這種任務就叫異常檢測的任務 這樣懂我意思吧 讓我們現在來利用 alto encoder的特性 來做 好 我們假設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新的data 就是 我們一樣的手寫數字 可是這一次我們故意把 2跟3把去掉 2跟3現在對我們來講是異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2跟3是異常 那我們把2跟3都去掉哦 那我們要產生一個新的data 好 我們把 normal的sample就是 就是 不屬於2跟3了 那 2跟3 被我拿掉了 然後 我現在把training的 所以我還是有training set跟test set哦 我的training set就是 這個 我注意一下我的abnormal sample裡面 我只用2哦 假設我 而且我跟你講 我手上可能還沒有3 abnormal 3這種 這種數字 我現在跟你講我在做什麼實驗 原本我有0到9都有 我現在把2跟3拿掉 然後我的training sample裡面 只有 有百分之百 有 所有的normal sample 有所有的normal sample normal sample非常多 normal sample有多少呢 normal sample有2萬個 那我只有10個 數字2 我還沒有數字3哦 因為數字3在我的sample裡面連 收到都沒有收到 這樣懂我意思吧 數字3在我的sample裡面連收到都沒有收到 那接著 我這樣子的一個training sample 是不是就是10個2 配上 2萬個 呃就是 0 1 4 5 6 7 8 9 那我沒有3哦 那我testing sample裡面 有2也有3 因為3本來就是有機會出現啊 誰跟你說3沒有機會出現 只是你收樣的時候沒有收到 好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知道我要做的實驗是什麼了吧 就是我怎麼去模擬 我現在 data裡面就是只有 就是只有 就是2就是非常稀少 那 這個 3是沒有 但是我在 testing的時候我要讓他認出 3是異常哦 2也是異常哦 這樣懂我意思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training 讓我們做 這次 這就是一個二分類模型 對吧 二分類模型 但是我們在做 我們在做二分類模型的時候 我們 我們希望我們的二分類模型啊 我們是這個 我們的training Y 如果是2跟3的話 我們要把它做oversampling 就是這個我們要做oversampling 如果我們不做oversampling的話 這個模型 就是 你總不能連oversampling都沒做吧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我做oversampling 然後 我們來做 我們用一個標準的 LE NET 就是 Lacuin那個 NET 然後來做 Cross Entropy 讓我們來做這個 這個二分類模型 這樣懂我意思吧 有聽懂我在做什麼實驗 好 讓我們來training model 好 我們現在來training model 好 那我們就 我們就先 就是 讓大家到這一步 好不好 讓大家來training model 好 那這個模型就是 可以分裂 二或者是其他嘛 對不對 但是其他不包含三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因為我們sample裡面根本沒有三嘛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這個任務是簡單的啦 我所謂的任務是簡單是說 就是 呃 就是 他畢竟就是一個 二元分類任務嘛 對不對 那 就算只有10個sample 但是因為2跟別的數字差距實在太明顯 所以他performance會很好哦 但是有多好 我們來看一下 哎呀這個 看圖看起來不好看 來看著 好 這個是我test set test set裡面有 2跟3 他的positive sample是2跟3 2跟3是一樣多的 所以說 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直接去做ROC curve 我的辯證AOC是0.87 0.87好嗎 沒有很好 對不對 那如果你仔細做檢查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 關鍵是 2跟3不一樣 如果是2的 2的是0.97 這還不錯 還不錯 3的是0.78 那3認不出來正常 因為sample裡面根本就沒有3啊 你問他 你的模型 其實你只問模型 這是2 還是這是0.1 4.56 你丟個18.9 那你丟個3他要怎麼回答 就沒辦法回答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這個模型 就這個模型本身 他其實是 就是他其實是沒有辦法 很好的做一個就是 就是 異常檢測 你只能夠在 有見過的異常事件 裡面做辯證 這樣聽懂我意思吧 就是你沒有辦法說 你看過未知的他是沒辦法解決 好那我們現在用VAE來做一次 好我們的VAE要怎麼做 注意一下啊 我們在做VAE的時候 我們希望 我們 這個我們用的都是 normal sample 你說你可不可以 把abnormal sample也放進去 你abnormal sample越多 比例佔越大 就等於是Noise 因為他就有看過啦 你貼得懂我意思嗎 你二 你放10個二進去 在2萬個sample裡面放10個二 他就是有看過二嘛 對不對 他就是有可能把二給學會 但是如果比例低到一定程度 就要說在100萬裡面 只有3個二 那他很有可能就會 學的不夠好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就是你能不能 在做 異常檢測任務的時候 做VAE的時候 把abnormal sample也放進去 可以 但是比例越少越好 比例越大 他的performance就越差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有看過 你應該理解那個原理 好 上一頁這個東西還有一個什麼問題 你ROC curve畫出來之後 請問一下 你是不是需要切點 切點定多少 多少機率以上 叫做I'm normal sample 一君和你可以回答我嗎 多少機率性多少 你在想什麼 你需要一個subset 才有辦法辨認 就你需要一個subsample對不對 你才有辦法辨認說切點在哪 蛤 你手上異常sample的數目已經很少了 本來就只有10個了 你還要切成一個subsample 是不是非常的可惜 所以說 VAE 只想要用正常的特性 是不是反而 幫助了 因為我們VEDERIN sample 就可以用全部的正常樣本 全部的異常樣本 對吧 這樣我在畫ROC curve的時候 我就知道切點在哪裡 所以讓我們切出一個 VALIDATION SAMPLE 這個VALIDATION SAMPLE 我們把所有的 所有的 那個 ABNORMAL SAMPLE 都丟到VALIDATION去 那我們的 TRAINING SAMPLE 全部都是正常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這邊在搞什麼鬼 好 我全部的 我全部的 我全部的這個 我的 VALIDATION 有10個 異常樣本 跟1000個 正常樣本 那反正我的正常樣本 隨手可得嘛 丟1000個也不會怎麼樣 這樣懂我意思吧 可是我們的 異常樣本 就全部丟給他囉 那我們的 TRAINING SAMPLE 裡面 只有正常樣本 我們修正我們的 ITERATOR 好我們現在來編寫我們的VAE 我們的VAE 長得跟之前一模一樣 只是差在 來注意一下哦 這個銀碼的數字 不建議太多 最好越小越好 分布限制的越嚴格越好 為什麼分布限制的越嚴格越好 因為你希望 你還注意我們希望什麼 我們希望利用他的缺陷 我們希望利用他的缺陷 缺陷是什麼 就是 讓他沒有辦法離開這個分布 所以這個分布越窄越好 所以維度越小越好 所以我們這裡改成維度是8 你用成32的話 performance會稍微下降 你用成2的話 performance搞不好還會更好 這樣懂我意思吧 注意這件事情哦 你可以做實驗 但是我們現在就用8來做 那我們所有的語法 就是VAE的語法 沒有什麼特別的不一樣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接著我們來training model 那在training model的時候 我們又要等待啦 好 這樣我們再training我們的model 那再把時間還給你們 好 那我們把encoder跟decoder都弄出來 然後我們要做實驗了 我們要做什麼實驗呢 我們現在隨機的 就是選一些 sample 就是隨機的選什麼sample呢 就是 我們隨機的從 veredation data裡面 選一些sample過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它就是 它跟圓圖有沒有很像 因為按照剛剛的理解 就是 這個 如果行李箱裡面沒有槍 那還原回來跟圓圖非常像 行李箱裡面有槍 槍就會不見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 這個是我隨便選的某些圖啦 好不好 這個是 上面是原始數字 下面是還原回來的數字 是不是很像 好 那我們現在換成 就是 我們把 abnormal的sample 就是2嘛 2我們來看看它還原回來 會變什麼樣子 注意喔 3 我們是沒有3這個sample的 所以我們現在不做3 你看2 還原回來會是什麼 8 這一個它還原回來會是什麼 欸不 這個還原回來會有點像8 這個有點像0 這一個 就是 因為它從來沒有看到2 你知道嗎 它還原回來就會多一些奇形怪狀的東西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它就會覺得 喔這個應該是最像我看過的什麼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兩張圖就會差很多對不對 我如果這兩張圖相減 然後一樣算 MSE 就 殘差平方合 那 這兩張圖就會差別很大 這兩張圖就會差別很小 對吧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好 理解了以後 那我們就把 validation的 sample validation的sample 我們把 validation的difference 注意我怎麼做的喔 我就是把它相減平方 就這樣而已 相減平方 累加 好然後我要把這樣的一個sample拿來畫 validation的ROC curve 我畫出來的 我畫出來0.9895對吧 很好 但是這個validation sample 這不是我們真實的樣本對吧 這不是我們未來的testing sample 我們的 但是我們拿到了validation的ROC curve對吧 意思是我們可以選最佳切點 然後我們把最佳切點選出來 最佳切點是多少 36.8 這個數字是什麼 只不過你的圖 如果你圓圖 跟 還原回來的圖 如果他的MAE MSE超過了36.8 那這就是異常sample 反之就是正常sample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我們在 測試樣本裡面我們來把它 我們來把測試樣本的difference 算出來好不好 好這是不是就是我們測試樣本的sample 然後我們把它histogram把它畫出來 欸 你發 你是不是發現超過36點多的 大概有這些 這些看起來就是有問題的 讓我們把它挑出來 我們來試 我們來畫個ROC curve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 這個sample把它畫出來 然後我們跟2和3做一個比較 然後我們的sensitivity跟specificity 是不是就算出來了 我們把它畫到圖上 欸 sensitivity 百分之五十 sensitivity 百分之九十七 AUC933 AUC933還不錯吧 注意你AUC933 不是要跟 不是要跟本來這個2比哦 欸在哪裡 你是要跟這個比哦 好蠻多的對不對 不是跟他比哦 因為他看過啊 2他看過這樣懂我意思吧 沒有看過了3 那我們來看看他performance怎麼樣 注意我其實根本沒有用到 我根本沒有用到 任何 正常sample 欸異常sample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 這個 偵測2 偵測來看一下 我們要做這個 我們來做一下這個分層分析 他對於偵測2來講 他的performance 是0.9011 對於偵測3來講 0.9668 3反而比2還要好 為什麼 因為3跟裡面的數字 已有數字差距更大 2跟2跟7還是有點像 然後寫的比較難看的2就變8了 對不對 他還是有點像 但是 3就完全沒有類似平 3跟8就差2塊 對不對 完全沒有類似平 所以說 所以說 欸這個 abnormal的這個分析 這個就是變分自編馬器 這種分析是不是還不錯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看他 透過壓縮夾縮的這個概念 沒有辦法還原回本來的圖 然後讓你把這個就是 等於讓你就是做出這個異常檢測的這個行為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自編馬器的所有應用 我們基本上要講完 這個自編馬器再也沒有其他應用 然後他的模型的變體 這個變分自編馬器就是他一個特別的變體 那也講完了 那 這個 欸原來自編馬器 原來 原本我不知道 我們上一節課最開始在說 我們要做個壓縮夾縮模型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心裡在想什麼 你們一定會覺得這個模型非常的廢 不知道在幹嘛 對不對 我們幹嘛需要這種模型 在醫學上也不好用 現在你已經感覺出好用在哪裡了 欸 你的 就來說你現在設計一個 心電圖 檢測的AI 那心電圖是什麼 就是一堆波形 對不對 那你怎麼知道這是真的心電圖還是假的 會不會隨便有人拿個什麼股票的這個波形 拿來給你預測 說他到底假離子濃度是多少 欸 你用變分自編馬器當第一關 他就會被濾掉 有沒有他從來沒有看過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 這堂課最有趣的部分 我個人認為就是最後的異常檢測 就是異常檢測 這個我們即使沒有異常樣本 我們還是可以training 如果我們沒有異常樣本 那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就是 切點要定在哪裡 如果我們 連異常樣本都沒有了 我們要怎麼定切點 你可以定 百分之九十九的百分位 就你把所有正常樣本的 那個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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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這樣的一個分類 你等一下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做一個這個 我們今天想要做 這個 這個你做了一個胸部S光的檢測器 結果你發現 你永遠沒有辦法低估使用者的創意 他可能會丟一張 Snooby上去啊 對不對 你以為他只會去辯證 你以為他只會放錯 胸部 腹部看成胸部 所以你在收集 正常樣本的時候 你收集了 腹部 對不對 你收集了一些熟的 你沒有想過 他會放這支小鈴鐺上去啊 那小鈴鐺可能就 因為他沒有看過 所以二元分類模型就會失效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這一個 就是 這一個異常檢測的這個模型 他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他讓我們只需要 只需要有正常樣本 我們就可以做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未來 如果你們在開發輔助診斷工具的時候 你們for study 當然是無所謂 那for study 就是 反正你就是在一個很乾淨的data裡面 做了一個模型嘛對不對 然後你們去跟使用者講說 哎 這個你就下面加註一行警語嘛 你上傳了一個錯誤的 這個 小叮噹 那 判斷結果 異常 這個你要自行負責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如果你想要做成一個 非常 自動化的一個系統 哎這個模型可能就會非常有幫助啦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你們要知道一件事情哦 如果想要做異常檢測 也可以用深度學習模型解決 是用什麼解決 自編碼器 這樣可以哦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那我們下一節課 會再教大家一些其他應用 那我們應該下一節課也是教生成模型 我確定一下是不是教生成模型 我記得是生成模型好不好 因為 我希望就是課程內容是連貫 這個深度學習 第10課是什麼 哎 生成模型很好 就是我們 我們要再教一個新的生成模型 就是讓自編碼器 的生成變得更好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